大貨車的視角馬路上執行 對象突然一輛黑色轎車衝到眼前 撞向山壁翻車 反彈又旋轉撞了上來 最後四輪朝天躺在山溝旁邊 附近牽視器也拍下了部分過程 這輛黑色轎車過彎失控衝到對象 撞山坡的時候沒有拍到 但是緊接著撞上大貨車 物品灑落一地 兩分鐘之後駕駛自行走了出來 一名打直播的男子橫越馬路 另外還有一名女乘客 也從車內自行脫困 車禍發生在12號下午3點多 苗栗市台六線一處大彎道前 駕駛是30歲的球星男子 能夠自行走動 但是看起來走路一搏一搏受到輕傷 女乘客26歲的成型女子也受傷 兩人都是查錯傷 一起坐上救護車送衣 這撞擊過程可是嚇壞了大貨車上的人 被撞的駕駛說 叫車從對象衝上山坡 背駕上不去摔下來 把大貨車撞到倒退路 不過怎麼會這樣衝撞 事發地點是個大彎道 叫車駕駛彎過頭衝到對象他酒駕造勢 小客車駕駛酒精檢測值超過標準 將依公共危險罪嫌余送乘客 择依道交管理處罰條例 裁罰新台幣6000到15000 球星男子酒車值1.09 坐他車的女性友人也要連坐處罰 大貨車駕駛跟助理人沒事 車子的擋風玻璃被撞破 車頭毀損 如此猛烈的撞擊 叫車兩人受到輕傷 能夠自行脫困自行上救護車 目擊民眾連呼 真是幸運 TBS新聞謝果建物輸屏 苗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